十年前巅峰时刻遭人排挤 到手的奖杯被砸 刀狼引退江湖 十年后神曲出山暴杀全网 一雪前耻 刀狼再度封神 那个说刀狼没神 没听刀狼的歌没有音乐价值 还说刀狼要是上春晚 就砸电视的天后纳音 怎么也没有想到 销声匿迹十年的刀狼 只用了一首独特玄妙的罗刹海誓 就重灯顶流 这歌词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万千的网友却是出奇的默契 一边感叹 这才是文化人掐架 既狠辣又好听还上头 一边把四位声名显赫高居宝座的导师 淹没在了数百万条评论当中 连性格最烈的那天后 都不得不向身边的人求援 哎呀到底怎么才能够屏蔽他们骂我 才有人发现刀狼前不久 才注销了名下最后一家公子 这是要舍弃事业孤注一掷的复仇吗 有人说网友捕风捉影 牵强附会 但是刀狼实在是委屈太久了 2010年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的评选 就出了一件怪事 最重磅的十年最具影响力人物 居然只有九位留了一个刺眼的空缺一鸣 这就好比是华山论剑 这五角硬生生的变成了四角 谁都看得出来 这是赵高天下 就算是把奖杯砸了 也不给那个火遍大江南北的刀狼 本该被攻推入围走上巅峰的时刻 却成了扇在刀狼脸上 大翻十年努力的巴掌 这徒弟看不过去 就去对方的场子开场 却被当场扣押 不善言谈的刀狼 只能够上门低头 当初横空出世 华语乐坛 谁看到刀狼 不得虎去一阵呢 神仙打架的2004年 周杰伦的七里香 许葳的曾经的你 林俊杰的江南 都成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背景板 一张专辑卖5万 那叫白金销量 够歌手吹一辈子了 而刀狼的成名作 没有任何的选法 一出手却卖了270万张 算上盗版和彩琳 销量是直奔2000万张 连纳英都承认 所有人都卖不过他 赵本山用他的歌演出满小品 小沈阳翻唱他的曲儿 杀尽了乐坛 狄克牛仔直言 羡慕嫉妒 王健林 独爱他的 西海情歌 可唯一三次获国家五个一 功成大奖的刀狼 却被纳英领衔的评委团队 砸掉了本属于自己的荣誉 从众望所归的候选者 沦为被公开羞辱的当事人 从一开始 在乐坛金圈的贵族眼里 刀狼就是一贪不懂音乐 没有价值的烂名 汪峰质疑刀狼的水平 说他那是音乐吗 给他扣了个大帽子 说刀狼让中国的流行乐 倒退了15年 纳英甚至放言 他不具备什么美观点 没有音乐价值 还说刀狼要是上春晚 自己就砸电视机 即便是高晓松也承认 做唱片的都是士大夫 他们垄断话语权 用精良制作抬高门槛 排挤非科班出身的外人 刀狼隐退之后 直到今天 忍无可忍的网友们 才终于等来了情绪的出口 看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觉得 这只是一篇草根复仇成功的爽闻 可被罗大佑亲眼相加 让谭永林千里迢迢 亲赴新疆 发出写歌邀约的刀狼 怎么会那么简单呢 都以为刀狼就一音乐泥腿子 可是从17岁开始呢 他就开始自学乐器 组乐队玩摇滚 92年成为海南第一键盘手 商演跃入两万 和同样没有成名的许薇 推背换斩 却毅然放弃去北京的机会 为爱奔赴新疆 把艺术血脉扎根天闪 他奔走在胡杨林间 到维族老乡的家里采风 把大漠戈壁的豪迈 与四川高枪的细腻融为一体 铺血了属于刀狼的独特 于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铺满大地 纯粹而洁白 他说过 不俗我对不起爷爷奶奶 不俗对不起养育我的土地 通俗民俗风俗 这就是我的三俗 他还说草根的崛起 就是一种回归 回归到大众老板庆中去 于是2012年 刀狼在巡回远唱会后 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可是哪怕隐居在小城市 刀狼也没有停下采风创作 不放弃对脚下热土的艺术追求 在山歌聊灾之前 刀狼就走遍了苏州的弄堂 出了一本颇有江南韵味的 谈词画本 他还将《青钢筋》的全本 谱进了专辑《如是我闻》 甚至在新专辑《压轴》歌曲当中 揉进了亚特兰大最硬核的 说唱曲风 他隐退的这些年 端坐在云端上的傲慢的大咖们 迎来了金钱娱乐最好的综艺大爆炸 高鹏满座的导师们 只需要问作品为席 拍桌子转屁股 就能够坐享时代红利 再优秀的歌手 也不过是迎来送往的流量道具 再天赋的草根选手 也难成新生代潮流 就连李文这样的天后 都成了他们碰心的跳板 他们脚下 是一个口水歌横行 逢河怪满地走 临时抱佛脚当道的华语乐坛 于是刀狼毁烂 十年磨一剑 专辑山歌聊灾 带着他的艺术执念 横空出世 作词谱曲高人一等 赐妖赐鬼入目三分 刀狼已不需要复仇 也不屑于复仇 但网友们针对乐坛大佬的狂欢 却正应了那一句 如今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物又重来 关注小妖 知性理性 更懂人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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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下 sãooma